新闻台今晚亮晶晶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今天呢要来谈新党 哇哦 创党20年了 在明天 8月17号下午3点钟呢 在矽谷的国际会议中心 有新党20周年的党庆大会 我们今天请这个新党主席 郁文明 郁主席呢 来跟我们聊聊这20年来的风风雨 主席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哦 20年来 不算短的时间 啊真的 而且新党成立的那个时候呢 我去跑这个新党成立的新闻啊 在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下 嗯 其实新党能够走过这20年 特别是在创党初期的时候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那个时候这个国内的政治气氛 先是新国民党连线啊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 跟以黄祖文这些所谓的这个本土派啊 新国民党连线 看起来像是党内抗拒本土化的一派 你们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根本不是跟本土不本土有关联啊 那么基本上当年 其实是先有集思会才有新国民党连线的 是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我们当年呢 也是希望好好进立法院 好好问证 但是我们一进去以后就发现了 根本是还针对我们来的 那么起先我们还不注意到 因为在都是国民党党员嘛 但是后来从三一四事件 我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新党创党之前在新连线时代 到高雄去演讲 结果被打 那个三一四事件 被打得很惨耶 打得很惨 而且是近距离的了 那么基本上是要 你觉得那个三一四那个就是有被策动的 是被而且是故意把我们陷在那个地方了 而且敌人不是来自于民进党 不是不是 虽然那个时候是朱新宇好像带头 其实后来我跟朱新宇还变成好朋友了 因为他最后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他站到车顶上 把那些石头啊罐头啊 棒子啊统统暂时歇一下 然后叫我们赶快转到隔壁的镇报车上面去 那个时候我下了车的时候呢 在九人座我还跟朱新宇委员说 我说我们一起走群众 朱委员说你不用了 这个时候不要意气 赶快上车 而且那个庙道 我们那个车 九人座的车被打的车呢 就停在镇报车旁边 这个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个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心里是凉了半截啊 大概都是国民党的 而且李主席 当李总统 有这样的一个遭遇 到了立法院问证的时候呢 其实会处处的针对 而且他们基本上问证 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所以新党创党的时候 三个反嘛 一个是反台独 另外一个是反 黑金 第三个反是反特权 我想这就是 就很盲刺在背啊 这些死小孩 多多打到七寸 对啊 对你都会来讲 就是很气啊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 除之而后快 主席我请教一下 假设留下去 在国民党里边 我们是等于替叛徒去作事 我们不愿意 主席我请教一下 就说在集思会成立 因为其实集思会那时候 在立法院成立的时候 呃 党 党是反对这个刺团的啊 对 可是因为是 可是因为集思会呢 就是 俨然就是 呃 李登辉的 这个 这个敬畏军一样啊 所以他们就 呃 打着这个本土化的大旗 当初成立 新国民党连线 是冲着集思会而来吗 也不是 嗯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们当时是 赵尔康他们啊 已经 因为赵尔康李胜峰 是比我早一届进去 嗯 他们在里边呢 已经觉得说 应该要有些优秀的 到立法院去问证 嗯 而且呢 不要去在那个 跟什么利益团体 什么设计在一起 嗯 啊你比他晚 你比他晚啊 啊 我有一点 你们同时进去 你比赵尔康晚啊 我比赵尔康晚 哦 哦 那原因是因为 我跟他一起进市议会 嗯 对 那么后来呢 他是知青党部提名 嗯 我是黄金党部 嗯 当时八个那个 呃 席位呢 只有一个外审的 嗯 所以后来我就留在议会里面 哦 就是当时是这个样的 嗯 那么到了 呃立法院以后呢 我们的问证态度是跟 基本上跟集思会是不一样的 嗯 嗯 那么在很多地方我们是很细心的去切入重点 嗯 我有很多例子 但是今天不去谈这些例子 可是有一个重点可以提的 你过去那个时候 你也有访问 对 立法院 你来看 那个时候的立法院跟现在的立法院 应该觉得那个时候比较真正在问证 对 因为不管陈水扁也好 谢长廷啊他们啊 盧修一啊 多多少少大家还很用功 是是是是 大家都在问证的这个题材上面尽量发挥 很少去做公共关系 嗯 很少去一天到晚办这种外面的活动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记者也觉得说那个时候访问你们很很好很精彩 那现在好像有没有什么好访问的 就是那是一个有有议题有理想性的年代啦 对年代是因为结构问题 对 因为后来选拔法这些制度 尤其什么单一选区啊等等啊 呃再加上那个呃单一选区的话 只要在地方上能够照顾的好 呃还有什么呃补助啊这些办活动 所以对现任的立委呢都很容易 嗯 他只要不要那什么问证什么提材那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把自己的这个地盘顾好 嗯 所以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影响力弱呢 同样的道理 诶所以主席您说那时候成立新国民党连线 完全只是为了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立委 是 我们那个时候 问证 那个时候没有分审级哦 也不是为集职会哦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有几个好多本审级的 陈奎淼 陈奎淼是后来留下来的 嗯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个我都不好讲 叫名字啊啊 啊很多个被从新连线拉去 变成集职会的嗯啊 当时最后留陈奎淼拉陈奎淼说 他说你呃拉的时候说你这个本省人呢 你不要去参加外省的这个团体 所以后来陈奎淼在第二次就没有被提名嗯 那个时候包括李盛锋几个留下来的嗯都变成有问题了 那么其他的呢呃经不起他们拉呢后来他们有的就离开了嗯但是当时我们新连线成员没有省级之分的嗯所以您后来是觉得就党内的气氛来讲已经到了必须要离开另外成立新党的时候 那个时候赵超康跟我在车里边在他的车里边呢那个时候谈这种问题都很秘密的嗯 不像现在现在谁都可以骂什么都可以做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很大的事情 对啊当然很大啊所以我们在车里边他们应该都被监听被跟监了 对啊我们就在车里谈那他说他已经五个人了 包括那个魁佬了李生锋周全李静华嗯 我是第六个被问的王健全是第七个嗯 我当时呢因为三一四事件跟十八标嗯 那十八标是完全陷害我嗯 那我我那个时候在选前突然夜局来什么做梦啊爆出来这些啊 那么对我来讲是对我很大的一个伤害 现在大家可能都已经不知道十八标的事情了 对啊后来我还十八标续集啊他们不玩了我还要玩啊 因为这个不是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嘛 后来省技部都在查这个事情 所以连战当院长的时候我还十八标续集了 对啊他讲那个机场工程了 那我就觉得三一四跟十八标呢是完全陷害中良 嗯嗯呃呆下去呆不下去的嗯 那么假如是呆下去说实在我们说什么呢 根本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像今天国军一样嘛 嗯到底为什么打嘛嗯 我们在立法院到底为什么要问证 我好好教书在学校教书为什么要来这里 就是要来认证嘛 诶所以你们在后来是这样子谈 然后成立这个新党 在成立之前 李登辉还有这个秘书长那边都没有找你们谈过吗 没有啊有啊 我说大佬去跟李总统李主席说啊 嗯这些都是国民党战将啊 事实上确实啊 那个时候我都是我们在在站在第一线去 替国民党说话啊 嗯这些战将你还是未留一下怎么 他怎么说呢 呃后来那些大佬有转过来啊说 他说羊出去给狼吃掉活该啊 啊真的啊 没有钱想组党嘛 看他们组的成组不成 我我我我讲句呃两句话 就凭这句话我赌气赌到现在 哈哈哈哈 因为你要了解后来新党在2002年那次选举完了以后啊 就就等于垮下来了嘛 大家没有人那个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气要维持下去 一晃眼从2003到2013已经十年了 哇 这十年这口气我堵成功的 哇李登辉好狠啊 他说是你看你们没钱想组党 我们没钱我就是组党 而且那时候新党刚成立的时候 哇选举让国民党多难看啊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志愿捐款了 我再说一次一个事情 后来就是许姓良到那个总统府去嘛 然后就跟那个为了解决民进党三亿的这个负债嘛 所以后来就用政党补助费 就留太一嘛 对 留太一就给了钱嘛 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反对政党补助费的 我在党内被围剿 那我为什么反对政党补助费 因为我认为角色拿了以后是非不分的 还有一个 拿了以后新党就没有来源了 新党最早的成党的 那个都是大家的一块十块一百块这样捐出来的 当你有政府补助以后 没有人捐了嘛 反正你已经有了嘛 可是呢 新党那个时候也有政党补助费啊 也有几亿的身价啊 等到我2003接的时候350万 只剩下还是负债啊 剩下350万 而且那个时候呢 新党的成立啊 大家要 嗯 可能要回到一下 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啊 李登辉作为第一位的台湾人总统啊 他在社会上面的声望啊 以及得到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声援啊 力量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然后李登辉认为呢 在党内的就是外省啊 这些外省的既得利益者 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掉权力啊 所以呢 才跟他展开了这样子的斗争啊 所以这群人呢都是 呃 这个蒋宋美龄啊 什么这些的余孽啦 这些外省的残余的这个政治势力 然后我后来呢 呃 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后来到新党去演讲啊 我就说我欠新党一个 我也是欠新党一个公导啊 我当时觉得说 对啊 就是这群人啊 在权力上面呢 不愿意让这个台湾人当家做主啊 那时候讲了很多 就说 李登辉是有计划的啊 比如说要排除啊 这个外省的这个势力 在国民党内啊 我不以为然 可是从后来 还有李登辉是读台啊 然后台独 呃 其实到后来就发现是 新党的主张跟看法啊 以及行动你们看到的事情 其实才是对的 是 而且他其实扭曲的 因为你你假记得的话 嗯 当时是赵老奥康最先喊 国民党不能一日无主席 对 对 所以我们这些人开始没有排斥他 是是 在当时蔣经国能不能 不是 在蔣经国过世啊 你会能不能够这个 实质的 实质的掌主席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根本是支持他的 嗯 嗯 没有排斥也没有搞什么 省级 金国先生晚年最后 把省级的这个情节都化解掉的 嗯 可是我们很遗憾的 他上任以后 省级挑持这么大的一个对立 嗯嗯嗯 真的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省级被操作 对于李登辉呢 真的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而且嗯 嗯 像这个部分 所遗留下来的 在对于台湾内部的割裂 到现在啊 都还没有办法去弥 弥平啊 那所以呢 这个 预主席呢 他们新党呢 也做了一件非常 了不起的事情啊 当时跟这个施明德大和解啊 是 这施明德也因此遭受到 这个民营党内呢 很巨大的一些抨击 可是当时如果没有大和解的话 你可以想像 我觉得在台湾内部 几乎要族群内斗的这样 内战的感觉 那一次不是 那一次因为选完以后 就已经 计程车 那个 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啊 吵起来后被打死掉啊 对啊 那我们一看啊 很严重 这不是为了 引起冲突嘛 所以后来 这个大家就决定了 呃 应该是要 和解 那么 到现在我们欠司主席 一个 一个公道了 嗯 就是说 我们跟他谈和解 不是为了 个人这些 是 真的是包括司主席 当时那么样的 这个气度了 嗯 我们认为 他也被关了二十多年 但是他没有仇恨 嗯 他居然能够用这种爱 来化解这些 可是相对的 他在民进党后来被排斥 对 嗯 到高雄也被涂口水等等 后来下台 所以 现在司主席 有时候 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基本上都会同意 很多人说 哎呀 那他办活动 为什么要去 这个跟我们还 基本上 我说这个不是 他本身是一个化解仇恨的 我们也应该要用同样的一口心情 嗯 大家能够做一点做一点 嗯 至于别人怎么样说我们 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因为 每个人大家了解以后 虽然我现在跟司主席 可能 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还是不一样 嗯 但是在这个方面 包容也好 和平也好 那么这些我们应该是去同样一致的方向 是 就尊重彼此不同的政治信仰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民主上面的素养跟风度 嗯 然后 对于 政治信仰上的坚持 新党也的确是二十年来 就始终如一 像 即将要来到的二十周年党庆大会 打出来的这个主题呢 是打假除乱正本清源 打什么假呢 打的是 现在大家对于中华民国认同的这个假吗 是 这个是一个关键 嗯 二十年来的内耗 嗯 基本就是这个关键 对 我用一个 简单的 比喻 今天有人拿了青年白日的旗子 在那里摇跟我们摇是不一样的心情 嗯 在五年前在 陈水扁还 当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 他也说民进党也应该拿国旗啊 嗯 然后最后那个国旗就 擅长了以后 国旗就在卡达格拉大道 就堆整个小山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这面国旗 他没有那个感情在的 嗯 他也没有那个认同在 嗯 所以他只是形式上 他认为说我现在要用你的名字做个壳了 要用你的名字出来应付应付 拿你的旗子摇一摇 嗯 所以 到现在包括民进党很多啊 包括年轻人也在摇国旗啊 也是中华民国 可是真正的关键 一个国啊 啊 同样都在中华民国 啊 各自表述 是 呃 我们在九八新闻台 今晚来您现场 继续请教余主席 时时刻刻爆新闻 听见全世界 全世界 扭秀吧 全世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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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今晚来您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请教新党主席 郁慕明 新党在明天下午三点钟 在矽谷国际会议中心 要举行新党二十周年的党庆大会 在这个党庆大会上面呢 新党呢要 呃 谈的一个主题叫做 打假除乱正本亲缘 打什么假 打一个 打的是对于中华民国认同的这个假 这就是当刚刚呢 郁主席提到的说 大家都说 我认同这个中华民国 可是这认 认同中华民国呢 却有三个不同的意涵 一个呢 是1911年 国父创立的这个中华民国 一个是1949年 政府签台之后的那个中华民国 呃 郁主席认为说 你如果只认同1949年 签台之后的中华民国 那基本上呢 是独台 那第三个呢 就是民进党 呃 像李秀莲他们所谓的 九六共事的中华民国 那指的是呢 在1996年的时候 台湾呃 第一次民选总统之后 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中华民国 呃您认为这个就叫做台独 这样的有 这个本质上的差异 要如何的来让它变成是 一个共同的理念和信仰 哎 说起来真的很荒谬耶 我们已经这个 从九六年选这个总统以来 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次的 呃 总统的大选了 这国会也全面改选 可是对于一个核心的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 还没有共识 你你求从最近军队发生的事情 嗯 基本上 我记得我还在立法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国防部副部长赵志源 在搭巡的时候 他特别说了 在军中现在没有目标 我觉得赵志源那胆子也很大 对 那个都说了 在当成立统帅 国军没有目标了 所以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 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嗯 那么现在呢 老百姓也是说 到底这个国家是什么 嗯 那么 今天 马总统为什么难以有些人 对他 有很多意见 就是因为 他好像把这个 1911年的 从总理总裁到 蔣经国主席 然后到他现在的主席 他事实上中间是切断的 嗯 那么 假设 说大陆 我们跟大陆 现在都不要去了 现在先维持现状吧 可是 你把教科书给切断了 嗯 那更不应该了 嗯 假设你还是从原来的那个一脉的 然后 你说我们现在维持现状 我们慢慢来改善 你还有点道理 嗯 可是你现在教科书 我最近去广 广东中山 就参加一个中山论坛 嗯 我就很感慨 明明孙中山先生是国父 嗯 是总理 结果呢 人家共产党在办中山论坛 国父的翠横村 共产党现在规划 六十平方公里的翠横新村 嗯 新区 嗯 那么反而在台湾呢 孙中山是谁不知道 年轻一代的你去问他孙中山 他不晓得是国父 嗯 更不晓得他曾经做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总理 嗯 那么这样的历史的切割 那是王岐国先王岐死 断岐死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1949年的 基本上是没有保有原来的立国精神 那只是为了天安 然后就维持现状 嗯 那我请教主席 为什么在这种认同有割裂的情形之下 您认为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去签署和平协议 会是一个出路和方法呢 你可以想象嘛 这就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嘛 我们任何事情总有个源头 嗯 为什么到台湾来 嗯 那么大家说 哦 台湾是外来政权 假设老一辈的记忆下的时候 到台湾来的时候 到台湾来的时候 台湾那个日子 一般的台湾人 平民化的台湾人是过得很好吗 嗯 那就要讲良心话嘛 嗯 我那个时候在女师傅小 我还是穿鞋的 嗯 那个时候在这个国民小学呢 有些根本 刚刚38年来的时候 还没有穿鞋的 嗯 所以大家不要去骗年轻一代的嘛 讲谎话嘛 日本人统治时代 是那么样的美吗 嗯 是那么样的为台湾的老百姓吗 所以您觉得说 如果国民党跟共产党 先去签和平协议 解决他们在1949年内战 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话 呃 有可能根本的解决 两岸的分歧的问题吗 是 它就是至少有人先跨一步出去走嘛 嗯 嗯 嗯 我就说连战吧 连战2005年假设不跨那一步 嗯 现在是怎么样呢 嗯 连战跨那一步的时候不是被骂得很惨吗 嗯 说他半山啊 对 说他卖台啊 嗯 那个时候他跨第一步出去 结果呢 当时大家反对他 那么现在民进党不也一个个过去吗 嗯 所以两岸的交流 是要有人跨出第一步 那个人叫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嘛 嗯 那么现在呢 两岸之间假设要和平 那也有要人 也有也要人跨第一步啊 嗯 那这个跨第一步是不是中国国民党马主席来承担呢 可是党对党之间的和平协议您知道在台湾内部现在被接受的可能度很低啊 那接受可能度低跟一般民族要不要接受是有什么有什么关联啊 嗯 那国民党的是啊 嗯 国民党共产党过去国去内战 那是个事实啊 嗯 那国民党内战跟共产党内战 他能够把大家表示一个心态 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要和平 所以我们有一个停战的这个协定等于告一个段落 这是一个事实 嗯 当这个签协议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会质疑 然后他会好奇 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到底国民党过去跟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这个历史就可以交了 嗯 那么今天讲实在的 假设国民党跟共产党签和平协议 无形中就变成过去从大陆到现在台湾 那么台湾整个怎么样的演变进来的 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 中华民国到台湾以后在台湾保卫台湾 在建设台湾壮大台湾是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是牺牲了多少人的财产换来的 大家今天对对一家人的不幸一个人的不幸 大家看的这么重 为什么不去想到 当年有多少人的生命财产的牺牲 能够换来台湾的光复 但是现在光复节也没了 但是要怎么去说服台湾的民众 两岸之间的问题 它不只是两党之间的问题 你要跨出第一步 当年联主席跨和平之旅 现在民进党说我不要被边缘 不能只有国民党代表我 所以你也去了 你们一个个都去 现在假设国民党跟共产党签了和平协议 民进党又觉得又会被边缘化 他又怕走得慢 他也签 大家都签了不就是就可以代表了吗 就是政府出来了吗 要有人走这个第一步 所以蔡衍明董事长 他提出来 这是很有创意的 不然你永远不走 好像就2005年 永远没有人去 大家都怕被骂卖台 都怕被抹红 今天两岸关系是什么呢 是 其实主席在强调 那些政治人物要有勇敢的提出政治主张和信仰去突破和化解现有僵局的这样的气魄 否则的话呢 大家就是只能够一直不断的在原地踏步甚至于内耗 是 而且这个郁主席讲到说两岸签署 两党先去签署和平协议的一个前提 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军事审判法修正 那现在既然就说都移到成平时期 我们既然是成平时期的话 为什么不能签和平协议 这倒也是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嘛 比如施主席当年讲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 没有做这个事 那那个社会会变什么样谁知道 那您会不会觉得说 新党在这些的大议题上面 现在其实你们的自由 还有你们在言论上面的这个宽度和被接受度 就是我们现在有谈台独的自由有没有 但是呢 就是谈这种跟大陆和解啊 甚至于带有这个统一色彩的呢 就是注定要被骂 那么我们刑法100条当时取消掉 就是可以有各种的言论吧 那现在都倒过来了 现在变成搞了另外一个刑法100条了 当年刑法100条是不能讲独 没讲独 然后刑法100条取消以后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讲各有言论自由 那现在倒过来了 现在变成不能讲独只能讲独 是 这是社会正义吗 是 我觉得这也是新党 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地方啊 就是这么多年来 预主席 包括预主席在内 都非常的到位的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 而这政治主张呢 要来通过这个民众的检验 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呢 他们勇敢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目的是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和解的局面 非常谢谢新党主席英文明 谢谢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TVBS56频道全面进化